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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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歐洲卡車模擬 但是我今天不是要來運輸貨物 我今天是要來拍 歐洲卡車模擬跟 美國卡車模擬 這兩個遊戲的方法是通用的 所以兩個都可以改 就是我今天要來教各位怎麼改 在遊戲裡的金錢 跟經驗值 因為我看到實在是太多人在問我 經驗值跟 你的緊閉到底是怎麼改的 有人說我是去用 其他人的檔案 沒有 這些都是我自己的檔案 我自己去研究出來改的 其實網路上也有很多教學 你Google搜尋一下 就很多檔案了 你們都不去搜尋就一直忙 盲目的一直問一直問 其實Google大成是很神的 OK 那既然有人一直叫我拍教學 那我也只好拍了 Google上的資源那麼多 你們不去看 好吧 那我就來拍教學 好 那 第一個我現在跟各位講 要怎麼樣改金錢 那遊戲一開始你剛買 你就要改的話 呃 你資料 你遊戲的 他會叫你設定你人物的 基本資料 你都設定好以後 竟然會這個畫面 你的經驗等級 還有駕駛距離 什麼全都是零 那你的資金呢 一開始有兩千塊 他會給你兩千塊 OK 我們現在就來改錢 那如果你是玩到一半想要改的 也是照著這個方法去改 OK 那一開始你的錢是兩千塊 沒錯對不對 好 那麼 你們要去下載一個程式叫做 Cheat Engine 你們要下載一個程式叫做Cheat Engine 在這裡 就是桌面上這個 這個各位應該不陌生才對 這個程式很適合拿來改一些小遊戲 或是一些單機遊戲的數據 比較像我們現在要拿來改錢跟經驗的工具 那他就不適合拿去改 線上的遊戲就不適合去改 因為線上遊戲 他的數據都是官方伺服器那邊在管理的 跟單機不一樣 單機你下來下來 就是一個整個資料夾裡面 遊戲的資料都在裡面 所以你可以去改 好 那個去Engine的下載網址 我會放在底下的說明欄裡面 各位可以去下載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打開它 OK 打開之後要幹嘛呢 就是要選擇我們的歐卡的主程式 那這邊有個在閃的電腦符號 我們給它點開 那你去找到歐洲卡車模擬 就在這裡 EUROTRUCK2.EXE 然後按OPEN OPEN完以後 我們剛才一開始的錢是不是2000塊 所以在這個HACKS VALUE這邊 我們輸入我們的金錢2000 然後按FIRST SCAN 好 FIRST SCAN之後會有很多的 呃...數值 這些都是 就是那個歐卡裡面 有2000的數值 有這麼多 那我們不知道哪一個才是金錢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要來改變它的數值 這時候我們就需要跑一趟 好不好 OK 它接下來會 呃...叫你跑一趟 那我們就是 照著它的 一開始給我們的跑 那我這段跑的距離我先 呃...快速的掠過 好 好 結束之後金錢就增加了嘛 那我們看看變多少 變成2600歐元 那我們接下來就可以來改我們的數值 剛才第一次輸入2000搜尋有很多對不對 那這次我們 因為那個金錢已經變了 所以我們這邊就打2600 就打成剛才運送完 所新的數值 再按下Next Game 改完會有兩個 呃...其實 不一定 改完的價錢不一定 呃...出來的 掃描出來的數量不一定 OK 有可能你掃完會有三個 四個 甚至一個 一個的話就好辦事 一個的話就只要 改那一個就好了 因為已經確定 前的數值就是那一個 那我這邊出來有兩個 就代表其中一個可能才是金錢的數值 那...呃...如果是有兩三個的話 你可以兩個都改沒關係 那假如說你真的有 掃描出來有三四個 我本人在這邊建議你 你再去跑一趟 跑完以後再把新的數值 錢的數值輸入進來再按一次掃描 就是掃描到數量越少越好 OK 那我這邊掃描出來有兩個不算多 那我就是不要再跑一趟 我就直接兩個都改 OK 兩個都全選 然後這邊有個紅色的箭頭按它 好 按完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看看你要多少錢 你兩個 都要改的話 我這邊一個一個改 我先改上面這個 給它右鍵 這邊有個change record 然後裡面有個value 就是數值 接下來它這邊就會亮紅色 你就可以去改它的價錢 假如說你要多少 你要1億 各十百千萬十萬百萬千萬億 按enter 那換下面這個 一樣右鍵 change record value 然後改成你要的金錢 各十百千萬十萬百萬千萬億 待會 各十百千萬十萬百萬千萬億 上面稍打一個 只是該死啊 呵呵我連算錯 算 欸喔 我沒有打錯沒有打錯 因為它閃成紅色的時候數字比較大 數字大超過微微 我又打錯了 OK剛才都沒有數錯啊 呵呵 好都改完以後 那個 你就可以回到遊戲裡面 回到遊戲裡面 你會看到數值還沒有改 你不用緊張 你再去接一個貨 它只要就是 呃 切換個介面 再回來 欸 你按 比如說我剛才是按世界地圖 按 不然就是 按個儲存載入 反正你就切換一個畫面再回來 你就會發現你的資金已經有一億了 我們來算一下 百千萬十萬百萬千萬億 對不對 一億 OK 這樣子 你的金錢就 差不多就是 改到你要的數值 再來就是改經驗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看到我們的經驗值是0 對不對 呃 0的話它數值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我 建議 先跑一趟 讓它不要就是0壓蛋 OK我們再跑一趟 好我先接個貨 我們接距離近一點 看一下我們 的位置是在哪裡呢 我們接那個距離比較短一點的這樣子 比較省時間 好也是一樣 運送的部分 我會快速的帶過 是 按摩 我們再一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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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